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AMPS的《休仔攻防》 释逢英格兰也刚刚补选了曼联中场小将明耐入选国家队 在过往的评述当中,我对这位年轻球员也有极高的评价 我甚至有说过,我看他像以前巴塞隆拿年代沙维和印尼斯达的那种镇定的表现 你说能力方面还可以慢慢进步,但是为什么明耐是大将呢? 其实当曼联在水深火的情况下突然出过年轻,未踢过英超顶级赛事的一队上阵 定得来还要比想象中环要好和成熟 刚刚就看到明耐在球场外也很成熟,意思就是没有被胜利充分头脑 他在曼联练的时候仍然坚持拍二队预备组那些球员的停车场 就不是拍一队的停车场 他有些想自己警惕自己,循步漸进,不想一时间用胜利充分头脑 此外也只接受由球会安排的访问,也不会回乱自己接受访问 或者在一些社交平台亂讲话,拍照的那样,这个给我的感觉明耐真的不错 我在球场内外都暂时是OK的,因为近年很多的年轻球员 即是17、18岁已经身价暴跳,成为有钱佬 很厉害,但很多是谈花一言,一两年的课仔,之后就无以为计 这些情况也不多不少也要看回球员的心理状态 以及如何应付对外的传媒在沟通方面 我记得我在南华会的年代也有关的贊助者 特意找了一个传媒的名人去讲话 教我们如何应付传媒在心理方面,也如何应付 因为现在的年轻球员,特别是在顶级那班的年轻人 就是17、18岁已经成名了,突然间适应不到 钱多得不得了,也有很多的优惠等等 球会和要做心理辅导之外,球会和教练方面 自己的心理质素和操守都要做得很好 记得以往有不少的球员,一两年课仔就玩完 有些可惜,德国当年都被誉为德国的天王巨星 就是史高尔,被誉为未来德国的希望 也踢过霸人,他受不住突然间成为名人 德国的希望,身价很高,名望很大 他都承认抵守不住那种得而其来的转变 之后也有一些抑鬱,令到史高尔 所以这位德国的球员,最后也很早 加上伤患就挂虚,有些可惜 所以现在其实你看到欧联,欧洲顶级赛事 16、17、18岁已经成名的那班球员 真的要很小心,自己也要操守之外 包括运动心理学,如何应付传媒,球会方面的保护 和教练的沟通等等,各方面都要很小心 特别是在访问,社交平台,以前没有的 现在很多的社交平台,各方面都要很小心才行 所以现在做球员是不简单 做成名了的年轻球员 更加要兼顾球场内和球场外的东西 才可以慢慢一路下去,进而更加成熟 成为真正一代的球星 一切多谢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安播体育传媒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拜拜!